我们刚好在查证的时候 突然看到电视下午的时候 嘉义发生了一个瓦斯引爆的案件 他有讲到一个名字 这个不就是我们要追的人吗 就跟我们同仁讲说 就是这个人吧 资料赶快翻出来 当时他就躲着 可能吸了毒吧 隔壁邻居报案 报案说他有人在咆哮啊 所以当地的警察去到现场 他就搬着瓦斯桶 就说你们不要过来 他以为状案小组要去抓他的 后来他引爆瓦斯 然后就紧急被送医 被送医的途中 我就打电话给他们嘉义的刑事组长 我说那现在能不能讲话 他就说现在的意识都很清醒 我就拜托他们刑事组长说 我们的人也赶下去在附近了 等下传真给你 我要问的一些细节 关键的问题哦 对因为可能过几个小时 过几天可能就会死亡了 也不能做笔录的 就直接用录影录音的方式 问了他之后他马上就承认了 他自己就承认说 那个案子是他做的 嘿我在现场 带阅宣吉吉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 为主持人陈峰德 终于来到系列的最终集 先替各位回顾一下案情 商业节目跟各位讲述发生在1988年的 廖后裕夫妇命案 在警方侦办过后 即便锁定是董恩典强盗集团成员所犯的 但是最后一名的这个歹徒 管中眼就是抓不到 历经了5年之后台北市刑大 有一天的清查一条毒贩所提供的线报时候 才意外抓捕到了管中眼 并且从他口中还得知 1989年的 风源四肢实业三死血案 也是他令祖的犯罪集团所干的 可是风源血案原先警方就已经侦破 还移送并且起诉了四名嫌犯 如今一案双破 风源警方是否寻求逼供 反倒成为检方要调查的重点 是怎么一回事呢 系列最终极就来说清楚所有谜题 那现在欢迎本期来宾 是台北市警区的督察长杨哲昌 哲昌哥你好 主持人风德 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风源血案半断到这边 其实市政已经是相当明确了 但是管中眼他的同伙到底是谁呢 就成了警方侦办的下一个目标了 当时哲昌哥 你们有从管中眼的口中 问出了一个名字 原本叫小胖的这个人 这个小胖他的本名叫做 黄松青 黄松青 管中眼说小胖黄松青这个人 才是策划了整起案件的主谋 对他这个人管中眼了解的多吗 他应该也不是非常熟的朋友 他们都是互相犯案 然后互相去结盟 谁有空可以的话 他们就一起去 都是这样的 就干了这个案子 谁提供线索 然后谁要去犯案就一起去 这个案子的黄松青扮演的角色是提供地点 黄松青这个人到底躲在哪边 就成为警方要去侦办的重点 不过就在警方还在烦恼小胖黄松青躲藏在哪边的时候 在嘉义却发生了一起瓦斯引爆案 这一爆却直接将黄松青的躲藏地点给爆了出来 当时我们在追气这个案子的时候 除了管中眼已经落网 而且被羁押在看守所之外 我们还是马不停蹄的去追气其他的嫌犯 因为有一案双破的情形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理清清楚 当然除了戒体管中眼之外 另外我们就已知的身份 或者是只有绰号的部分 我们要再去做清查 所以针对小胖黄松青其他的共犯 我们都陆续在厘清 当有一天我们刚好在查证的时候 突然看到电视下午的时候 嘉义发生了一个瓦斯引爆的案件 他有讲到一个名字 我突然觉得说这个不就是我们要追的人吗 就是黄松青 就是黄松青 我就跟我们同仁讲说就是这个人吧 把资料赶快翻出来 因为他也住在嘉义 他可能也认为我们已经查到他的落脚地址了 确实我们也透过他很多的朋友还有亲戚 都在探听他的消息 他应该知道他已经曝光了 所以当时他就躲着 然后刚好他可能吸了毒 隔壁邻居报案 报案说他有人在咆哮 所以当地的警察去到现场 然后他就搬着瓦斯桶 就说你们不要过来 他以为是专案小组要去抓他的 后来他引爆瓦斯 然后就紧急被送医 被送医的途中 我就打电话给他们嘉义的刑事组长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他的被火烧的程度大概有多少 他说至少七十八十以上 可能会生命危险 我说他现在能不能讲话 他说现在意识都很清醒 我就拜托他们行事组长 说我们的人也赶下去 在附近了 等下传真给你 我要问的一些细节 关键的问题 对因为可能过几个小时 过几天 可能就会死亡了 但他现在意识很清醒 我还说你们准备录影录音 然后根据这些我要问的这些 马上帮我问 也不能做笔录的 就直接用录影录音的方式 然后问了他之后 他马上就承认了 他自己就承认说 那个案子是他做的 他有把细节公诉 跟管中岩所讲的 也都大致的混合 到现在有了这一个小胖 他所讲的这个内容的话 基本上我们能够确定 百分之百 就是管中岩他们所干的 对因为已经有第二个共犯现行 并不是管中岩 他凭空白出来的一个内容 而且有枪支的证据 当时引爆瓦斯的过程是这样子 就在1993年5月17号的凌晨的时候 这个小胖黄松青 因为他安非他命的毒瘾发作 所以他就在嘉义市杭州四届的租屋处 打开瓦斯的瓦斯 企图要来亲身 他是说他自己有吸食安非他命的习惯 下午毒瘾发作之后很痛苦难老 曾经在屋子里面大声的喊叫 就让邻居听到之后就抗议 警方接过通报 然后就指出说 里面的居民好像要去释放瓦斯 然后要去亲身 消防队员就先赶到了现场 他发现说小胖在里面去不开门 所以警方只好隔着天井的窗户 然后跟小胖好言相劝 但是小胖却无动于衷 也不开门 就质疑要来亲身 那执勤的远警到场之后 就隔着窗户跟小胖谈判 小胖营徒要求警方说 不要抓他 你开车把我送到新店的住处 还说屋子里面已经没有安非他命了 当时警方也觉得很困惑 为什么要说不要抓他 其实这时候小胖在讲的 就是这个风源的三死的血案 但是其实嘉义的警方 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他会错意的 当时在场的远警 是扬称答应的小胖的请求 但是仍然是没有办法获得小胖的信任 所以小胖当时就已经把 这个20公斤装的瓦斯桶 帮到了床头旁 当警方还隔着窗户 跟他对话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这个瓦斯桶的开关打开 让瓦斯弥漫室内 经过谈判十几分钟之后 就突然用打火机 然后去引爆屋内的瓦斯 消防队员尤其是趴下躲过了一截 但是窗外的两名远警 以及房东的儿子 还有邻居总共五个人 都被灼伤送医了 好险这些其他人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但是27岁的小胖 因为严重的烧伤 全身有70%的部位被火灼伤 经过送往高雄荣总 开刀急救之后 当时仍然是有生命危险的 好 那这个小胖 他坦诚 风源血案就是他所策划的 他是讲说当时财量的洋老板 跟他是认识的朋友 然后他好像也有去过那边 去赌博过 他认为说这个洋姓老板 家里很有钱 随时都会放很多钱在家里 所以才提供这样的情资 管中原他们认为可以大捞一笔 真的 如果真的是那么有钱的话 随便捞一点 可能就过他们下半辈子 怕是四个人分也够 那警方当时都在医院里面 征讯了性命垂危的小胖 他也坦承了这一部分 点燃瓦斯轻声的部分 其实也有涉及到公共危险 所以嘉义警方也有依照程序 然后依照录音带的内容 去完成笔录 然后将他给含送法办 只不过等不到判刑的那一天 在瓦斯爆炸的七天过后 小胖就因为伤势过状危机感染 在荣总医院里面不致身亡了 而也在同一天 另外一位涉及风源血案的 24岁共犯阿明已有事 他也落网了 阿明他说他是趁着居中放假的期间 他逃亡的 所以他是一个逃兵 逃亡期间跟着小胖一起在脱调场 认识了管中颜他们 所以才会干下这个案子 那他是因为看到杨春田的女儿 杨亚文被管中颜 开了一枪之后没有死 躺在地上非常痛苦 为了让他早点断气 他是出于好心 才拿开山刀在杨亚文的颈部 补砍了三刀 然后直到看到杨亚文断气之后 他们才逃离了这个现场 当时第三个出现的这个歹徒 阿明还说 整起案件其实有一个幕后主谋 我们刚讲的什么小胖 什么管中颜都不是幕后主谋 说有一个真正的幕后主谋 那就是杨春田的邻居 他叫做李仲人 可是当警方知道这个李仲人 去前往弃补的时候 好像人就凭空撑发 这部分怎么回事 他当时从管中颜被我们抓到之后 因为新闻都大肆的报道 而且新闻也影射 可能涉及台中的某个灭门血案 当时我们也没有确定 所以也跟媒体说不能去 直接讲出来 因为我们这部还在查证当中 所以当然他们自己心里有鬼 谁犯的案子他最清楚 看到管中颜就知道说 这个案子已经扑光了 对他也没办法跑了 而且我们一直追 又到嘉义的这个案子 逃兵也被我们查到了 所以这个李仲人他也知道说 下一个一定会被我们查到 后来他就选择自己来投案 那他到案之后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呢 他是说他跟杨春田 经常会去他家赌博 后来他们的家属是说 绝对没有 他们绝对没有赌场 是他乱说的 你说杨家的家人 对 我们也有去清查 那这一部分就是说 有时候各说各话 那有时候是嫌犯 为了逃脱他们的罪行 故意乱讲的也不一定 那这个李仲人呢 他说他其实原本是开货运行的 那因为搬运过杨家的一个工程 跟这个杨家呢就有生意上的往来啦 所以他也知道杨春田的习性 以及家中的环境哦 他也曾经在杨春田的家里面赌博过 那有一次呢 李仲人他只赢了一百多万元啊 可是杨春田却在外面说 这个李仲人哦 他在我们这边赌博赢了四五百万哦 这个有时候钱多别人会眼红啊 所以黑道听到李仲人有赢了这么多钱之后呢 就心生忌妒啦 然后前后有两次有两个黑道哦 将李仲人给绑走了 当地的角头把他绑走之后呢 勒数了十五万哦 那另外这个枪级要犯 陈博文呢 则勒数了他五十万元 这些都是李仲人他的说法啦 事真是怎样没办法确认哦 总之呢 之后因为这个经营货运行的期间啊 需要周转哦 那这个李仲人跟杨春田借钱要来周转 但是被拒绝了 他内心很不满啊 他又害怕黑帮报复哦 因为他说其实这个杨家里面有赌场嘛 有赌场就会有黑道为市嘛 所以经常会有一些黑道出入哦 他也害怕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 会有黑帮来报复啦 所以他也不敢拿这个杨家怎么样 杨春田怎么样哦 所以他只好转到美来西亚来经商哦 但是经商也失败了 后来回到台湾之后呢 他必于无奈哦 才会北上哦 来到这个吊车场工作 也因为在吊车场工作呢 才认识到了同事小胖 那他就把这段故事呢 说给小胖听 那管中眼呢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哦 加上当时呢 在报纸上看到 原新的老大董恩典 也被警方逮捕了 所以他就开始要四处逃往嘛 那期间呢 也缺钱即用啊 那还认识到 也一样缺钱即用的 这个阿张兄弟哦 那加上说这一段杨家 可能很有钱的故事 有一天呢 这一个管中眼呢 就约小胖 还有李仲仁 出来茶艺馆喝茶 那确认杨春田是 真的很适合杰材的对象啦 于是呢 就让这个李仲仁呢 详细的去描述 杨家住处里面的摆设啦 然后卧室里面的 大型保险柜啦 哪边可能会有聚而赌资啦 然后并且还会有 黑道兄弟出入 这些细节哦 动手之前呢 李仲仁还有跟着 管中眼以及小胖 一起到四支建材行 去查看过外观以及地形 当时呢 他还有建议说 可能在清晨四五点的时候 杨春田他们会出门乘运嘛 那时候去晨跑的时候 最好下手 最终才有管中眼 他们去到杨家来抢劫啦 那你说李仲仁 他是幕后真相吗 我觉得是一点也不为过啦 但是他声称呢 他不知道管中眼 他们会犯下杀人的血案 他只建议他们去抢劫而已 没有建议他们去杀人啦 那李仲仁还有说呢 风云血案当天 他正在台北的脱钓场值班 一直到了家人看的报纸 告诉他杨家发生血案 他才知道 可能是管中眼 小邦他们干的 但是他害怕 管中眼他们等人 会杀他灭口 所以他又逃到了马来西亚 直到风陀过后才回台 从此之后呢 就没有再跟管中眼 他们联络了啦 好那讲到这边呢 其实李仲仁 真的是个很关键的角色 他对于这件事情 是有回忆的吗 当时他在 征讯的过程当中 当然是都有回忆的 所以也都有把详细的过程 都有做一个供诉啦 到底他讲的真假 我们也都尽量去把所有的物证 人证去做一个收证之后 然后给警察官 去做一个最后的裁判 是 那犯下这个案子的 如今还有涉案的 就只剩下两个人 也就是这个阿张兄弟党 对于这个兄弟党 他们在集团里面 是个怎样的角色 他们都不了解 就是一起干这一票的而已 互相都说不认识 可能是谁的朋友 谁是谁的朋友 所以我们从他们的关系 里面去做清查 都没有发现这两位 所谓阿张的任何的资讯 这也是我们遗憾的地方 都没有找到任何的蛛丝马迹 可以去找到他们两个人 那涉案当天的经过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边我来补充一下 法院认证的一个说法 当天其实是由小胖 先买了四把开山刀 以及管中岩 他带了黑心手枪 以及七发的子弹 同行的还有阿张兄弟 以及阿敏 由管中岩单独开着黑色的 B&W南下到丰原 其他人分别搭游览车 或者是开车南下 就在四肢建材行外面 查看环境之后 他们到附近的酒驾 来饮酒作乐 一直到凌晨三点后 他们就开车到建材行外面 等待下手的时机 但是那一天 杨春田夫妻并没有外出来乘运 一直等到六点多 杨家儿子外出上学 七点多女儿杨亚文 出来打扫完庭院 准备转身回到屋子时 管中岩认为时机成熟 立刻掏出枪 尾随进入屋内 并用枪压住杨亚文 命令他不准出身 其他四个人 则拿着开山倒进入屋子里面 并要杨亚文带领着众人 到他父母的房间 管中岩当时示意杨亚文敲门 而母亲听到了敲门声之后 起身一开门 没有想到见到的 就是一群恶匪 持枪压着自己的女儿 就吓得大声惊叫 管中岩见状 害怕会去惊动到邻居 会去视机败露 在不发一语之下 就立刻持枪 朝着母亲的头部连开三枪 并转身对着女儿头部的美心 近距离射杀一枪 导致母亲遭到枪击 当场死亡 女儿则倒地没有死 已有事 见状则拿着开山刀 朝女儿的颈部猛砍三刀 了结了她的性命 这个时候杨春田听到 开枪声冲到了房门 管中岩就持枪逼问她 卧室里面的保险柜密码是什么 因为杨春田不回答 还一直退到了床边 管中岩又连续开了三枪来射杀她 至此杨家三口全输丧命 还来不及搜刮财物 歹徒又听到建材行的两位工人 陆续来敲门要上班 他们将工人控制捆绑之后 抢走他们的皮包 原本他们打算要去敲开保险柜 但因为到处都找不到铁锹 加上楼下又有出现锹门声 这些匪徒必不得已 只好放弃财物 从二楼阳台跳下遮雨棚之后 分成两台车来逃逸 其实还有一个小疑问 我们曾经有提到 歹徒在犯案时有称呼同伴 叫做阿诚 这个阿诚到底是谁 因为当时有员工 就是被捆绑起来的员工 他们有跟警方讲说 歹徒一共有四个人 而且他们都说台语 其中歹徒就有用阿诚来称呼同伙阿诚 这个阿诚到底是指谁 还是是他们刻意放出来的一个烟雾弹 记得我们有征讯到这个部分 他们就是去犯案的时候 都是故意讲别的名字 不是用他们的自己的绰号或姓名 所以应该是烟雾弹 我没想到他们犯案其实真的很缜密 这个阿诚如果你是真的要朝这条线细心去查的话 你一定会越查越偏 他们犯罪其实是蛮细腻的 他们还会去勘察地形 然后去分工说谁要去哪里 谁要做什么事 他们会去做一个初步的分工 对 可是他们原本是想要等到 这个夫妻党他们出外承运的时候 在犯案的对不对 但是那一天很特别 夫妻党是没有出门的 对 这个因为王者一 也没办法再问他 没办法问说为什么没有出门 如果他们今天有出门的话 或许整个故事会不一样 或许从五点就是他们下手的时机 那个时候儿子还在家里面 然后女儿也还在睡 可能会被他们控制 或许会被杀害 或许今天使的就是两个人 整个故事会不一样 对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出门 他们等到了七点多 那这个女儿都出门扫地之后 他们才下手 对 才侵入 所以最后面变成是一个三死的悲剧 对 不管怎么样 他们是一定会犯案的 而且在他们那样的神志状态之下 感觉干掉任何一个人 都是一个念头而已 对 如此一来对于丰原警方而言 就陷入了一个比较尴尬 也比较难堪的一个局面 就一个案子怎么会破两次案 怎么会有两组不同的嫌犯呢 当时丰原警方面对外界质疑还说 这个命案为什么会造成一案双破呢 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警方侦办过程绝无可益之处 原因就在于说 当时嫌犯在侦办时 对于犯刑都是坦诚的 而且带着警方到现场进行模拟时 模拟的情节也跟案发时的情节很相符 只是缺乏直接证据而已 但是真的绝无可益之处吗 犯出当时嫌疑犯魏恩成他们的无罪判决 法官就指出说 被告他们的自白前后不一 而且互有出入 而且第二点 主贤魏恩成被警方借训之后 有遭到刑囚的情形 有这样的一些证据 第三点 涉案的枪械跟交通工具都没有扣案 以及第四点 丰原警方从捆绑死者的胶部上 采得的指纹 经过鉴定也不是属于被告他们的 当然你要说是属于可能还没到案的那些 你也这样讲也是说得通 但是法官还要指出两点 倒数第二点是讲说 检方指控被告他们打算要去抢 高尔夫球球场的得标证明 但是经过查证 台中现境内根本没有跟本安有关的 高尔夫球俱乐部 而且所谓的得标证明 并不是唯一能够证明得标的文件 这个证明本身也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 能让人不起手段来抢夺 以及最后一点 主行为恩臣在案发前后 有证人能够证明他人其实是在桃园的 当晚他其实在桃园睡觉的 所以听完这些原因之后 听众们你会认为当时承办检警 绝无可疑之处吗 我觉得可能大家听完会有不同的想法 我们可以再来讨论讨论了 那这一部分到底承办检警 有没有疏失 有没有刑求状况 原先被冤枉的四位被告 他们指控当初办案的 丰元分局远警 为了破案将他们驱打成招 他们在刑求生死不如的状况之下 为了免除痛苦 不得不承认犯下这一件滔天大案 希望监察委员替他们主持公道 监委在经过调查之后 一致认为 丰元分局刑求兵贡 并且侵害人权 时任的分局长 以及刑事组长遭到弹劾 最终遭到公务员 惩戒委员会给予 休职一年 以及撤职两年 认为他们身为专案小组的召集人 以及指挥侦办人 却不能够防止底下的远警 行求逼供 而几乎造成重大的冤狱 因此依法给予懲处 另外涉嫌行求的刑事组 张小队长被检方认定 为求破案将涉嫌人蒙眼 吊起来灌水 以及拳打脚踢林虐 因此将他给起诉 但是另外涉案的八个人 获得不起诉处分 这唯一一位被起诉的小队长 最终也被法院判决为无罪 那等于是说没有人 没有任何一位刑警 得为这起刑求兵贡 负上任何一丁点的刑事上的责任 是没有刑求吗 那没有刑求的话 究竟为什么四名嫌犯会坦诚犯刑呢 这就成为了一辈子截不开的谜题了 那么这一集的我在案发现场 先聊到这边 也感谢主张哥的分享 谢谢你 好 谢谢主任方德 还有所有听众 谢谢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到Instagram连书 以及YouTube来搜寻订阅 我在案发现场